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怎么用数字来表达意思 大家好 在日本常常用数字来表达一些特别的意思 常见的有节日和电话号码等 比如 11月22日是 一夫妇の日 二五二五是 ニコニコ 一七一七是 イナイナ 其实在中国也一样 中国也常常用数字来表达一些特别的意思 最常见的是 五二零和八八 五二零是我爱你 八八是拜拜 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些 五三零 我想你 一三一四 一生一世 二四六 饿死了 五三七六 我生气了 七四八 去死吧 一九 一七九八 一起走吧 八零九 保零球 哈哈 还有很多 学汉语的人至少应该知道 五二零和八八吧 再见 阿滚 AJ 谢谢大家